为什么你炸的辣椒油又苦又糊还不香呢? 很多人在炸辣椒油的时候,直接往辣椒上面泼着油,其实是不对的 今天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料油 准备一个盘子,放入3克花椒,5克小浑香 接着再放入3克八角和3克草果 6克桂皮和3克香叶 接着再准备一个盘子,往里面放入50克大葱 15克姜片 再放50克香菜 再放80克洋葱 再放入6个大蒜 锅里加食用油,油热放入适量的花生米 开小火这样慢炒 炒熟之后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个碗 放入两勺醋辣椒面 再放入两勺的细辣椒面 再加入一勺的白芝麻 再加一小勺食盐和半小勺的白糖 再加入少许的白酒 放入白酒后,做出来的辣椒油会更香 接着再加入100克的食用油 把辣椒面打湿,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防止浇热油的时候,把辣椒面炸糊 花生米放凉之后倒入到倒蒜器里面 然后把花生米捣碎 捣碎之后倒入到碗中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往锅里面加约500毫升的食用油 油热倒入刚切好的食材 把葱香味炸出来 炸出葱香味后下入香菜 把香菜炸至断生 然后加入刚配好的香料 这里要记住全程开小火慢炸 把它们的香味都炸出来 炸的时候人不要离开 另外一点炸的时候用筷子轻轻的这样搅动 把香料炸至金黄炸成这样 然后捞出料渣 好了,料油就做好了 用这个料油炒菜 拌凉菜或者调肉馅 都特别的好吃 接着把油温继续升高 升高至微微冒烟 热油分三次浇到辣椒里面 每次浇完之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第二次浇完之后 搅拌至剥毛泡了 油温再次升高 然后再次泡油 只有这样才能炸出辣椒的香味 这样做出来的辣椒油不会苦 也不会糊 而且特别的香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辣椒油 不管是做蘸料还是拌凉菜 都是非常的好吃 做美食是需要耐心的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好了,喜欢就试试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